我真的發現 企業的社會責任報告裡面內容真的有揭露不實的部分 導致消費者相信 因此這個問題規範的必要性 我百分之百贊成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 我也同意剛剛其他委員所提出來的高見 就是針對這件事情 要予以去承辦簽證的責任 應該要一體的來規範 我很擔心說 我們現在在這邊只處理了會計師的部分 那其他有這個權責去做這個簽證的人 他們的責任沒有一體的規範 那因此 在整個立法的方向上面 我雖然贊成 但是我還是同意剛剛多數委員的意見 可能就這個部分做一個全盤性的規定 會比較好一點 把它放在會計師法裡面 可能會造成不同業別的人 產生不同的責任 我覺得這樣子可能在規範上面 會出現一些狀況 那我請教金管會 那大家多數的意見是要定 但是不要給會計師變成他一個重大的負擔 造成不公平競爭 那金管會有沒有方式 就是讓其他有簽證的機構也負擔相同責任 有沒有這樣處理 我要提出來就是說 會計師當然要負責任